中文字幕——YK 这究竟是一次怎样的行动 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案情 中国武警特别行动之 武艺立面突击即将沟通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中国武警 实战演练是武警东营市支队 经常进行的训练课目之一 这天下午 18名特战队员在支队长薄欣宁的指挥下 进行了一场近似实战的演练 然而队员们并不知道 这场常规的训练 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同志们 今天我们专门拿出一天的时间来 组织三项针对性的训练 它主要适用于 配合公安机关 组织实施抓捕行动时 我们必须掌握的干法和技能 第一个是对高苗地实施搜索 抓捕 第二个是对街区楼房实施搜索和抓捕 第三个是对村落 院落实施搜索和抓捕 大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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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战演练是支队每周都要进行的常规训练课目 因此特战队员们并不感到陌生 然而只有支队长薄欣宁心里清楚 这事在为一次即将到来的特别行动做着准备 27日晚我接到东西公安局的秘密通报 要求我们支队的特战队员配合公安机关执行一起抓捕任务 但是抓捕的时间抓捕的对象和抓捕的地点都没有明确 当时我就意识到这一定是一起案情重大保密性很强的行动 郭新宁武警东营市支队支队长1989年3月入伍 曾在国家级反恐部队武警各种警察学院各种作战大队 学习受许四年有着丰富的反恐作战经验 今年来武警东营市支队在他的带领下配合当地公安部门 成功处置2010817劫持人质事件 2011906劫持人质事件 2013101抓捕抢劫杀人犯 403营救人质 614抓捕贩毒团伙 1218抓捕涉黑犯罪团伙等任务 是一名作战经验极为丰富的基层指挥员 然而面对这次存有诸多未知情况的任务 郭新宁不敢有私逃的打 配合公安机关处置突发事件 是武警部队担负的重要任务之一 在事发突然时都要靠一选指挥员的临机决断 在有时间准备的情况下 通常都要进行战前训练 突入院落时抓捕 重点注意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突入困 第二个是分区域控制困 第三个是实时抓捕快 这个练兵就是这样 你虽然没见到 你只要练到 在实际的出途当中 你就一定能用到 龙东世界 武警东营市支队接到密尼通报 这一定是一起案情重大 保密性很强的行动 午夜时分 特战队员闻令而动 紧急出击 是展开行动的最佳时机 这究竟是一次怎样的行动 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案情 中国武警特别行动之 午夜秘密出击 继继续播出 29日晚上11时30分 支队接到市公安局正式通报 抓捕行动将于4日凌晨展开 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 抓捕的地点在距离东营市 200余公里外的围方市围城区 但是行动的具体时间 具体地点 以及相关案情 这个时候还是不清楚 好 兄弟们 相关赶货围方进行抓捕 进行的案情 我们跟行动的同报 希望大家在抓捕 发扬一怕不二怕是精神 经总队批准 26名客战队员 携带武器弹药 及部分突击破开器材 在支队长博新宁 正为捕翔签的带领下 趁着夜色向围方 秘密奔及 今天这个程度 是公安部 一起独办案件 消息的公路 有脚端 你没接受 我情况是怎样 所以 东营是我国第二大油田 胜利油田所在地 多年来 偷盗原有案件事又发生 油田公安和东营市公安 不断加大打击力度 罢案率虽然明显降低 但很难彻底杜绝 今年来一些不法分子 为谋取暴力 铤而走险 竟在输油管线上 打孔盗游 给国家经济和社会安全 造成了巨大危害 最严重就是打孔倒影 一个是数量大 还容易引起管线破裂 危险也容易爆炸 2013年11月 青岛黄岛输油管线 正是因为一个小小的漏油口 发生爆炸 造成62人死亡 136人重伤的重大事故 2014年年初 青岛至东营的输油管线上 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打孔倒游案件 是公安局东营分局刑侦大队 立即展开立案侦查 油那都是从中东 用船装来的油 汗水量几少 这个价格非常高 这个船火如果不转阿兹的话 他们如果安逸粘下来 就得偷上千轮运 由于危害影响较大 2014年5月 山东省公安厅将此案 列为重点督办案件 之后东营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 加大侦查力度 经过连续几个月的侦查 确认此案是由一个20多人 组成的盗游团伙所为 而这个盗游团伙的头目 曾因盗游两次入狱 是个非常狡猾的惯法 我们现在所有的关线 全装了这个方达的这么一个装备 它自己一大油 也得一大油 压力下降 哪边接着报警 去能确定之后 哪个地方到游了 然而油田先进的防盗系统 没能完全阻止 到游分子的贪婪 他们的作案技术手段 也越来越专业 他们经过长期投油 就掌握了这个压力 就是说我既要让油 油的尽量多 又尽量不达到这个报警值 经过一段时间的侦查 惊慌发现 这个团伙的主要人员 经常来往东营和围方之间 于是怀疑 他们将作案地点 转移到了围方市 在东营围方两地 公安部门的通力协作下 又经过二十多天的日夜遁守 缜密侦查 最终发现并锁定该团伙 在围方的作案地点 通过详细的侦查 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 采用租用民防 穿越打孔 这个地下埋罐 盗气原油 不光在围方作案 还在广饶也作案 在广饶另组织了一个犯罪团伙 也是用同样的方式 为了将这个盗友团伙 一网打击 在摸清详细情况和作案环节后 团案组决定 联合武警踪影支队 对两个地势的四个曲线 同时展开输网行动 这个整个这个案子 就是非常秘密情况的案子 稍微走路一点平址 这个整个案子 用无限其退 长久两个地方 一个是换水 一个是落标的休息 现在这个人也 进途在两个地方 一个在飞行之间 然后一个人 一定是往随 案情我们清楚了 就是我的一个组 对这个作业区 实施打 我指的证明 那一个组 对生活区 实施打 好 我通议你们的方案 拿着这个执行 在联职人员周密 部署的同时 客战队员们 也在做着最后的准备 午夜时分 正是人们 最困倦的时候 然而 面对即将展开的抓捕行动 特战队员们各个精神抖擞 毫无睡意 我认为作为一名特战队员 没有参加过真正的实战 是比较遗憾的 所以我特别珍惜 这次参战的机会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长途机动 参战官兵秘密抵达距离抓捕地点 两公里外的集结地域 参战官兵悄悄下车 借助车灯 支队长薄欣宁 向大家简单介绍了相关案件 考虑到行动的保密性 只是跟大家讲 具体要抓捕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龙东世界 武警东营市支队 接到秘密通报 这一定是一起案情重大 保密性很强的行动 午夜时分 特战队员闻令而动 紧急出击 是展开行动的最佳时机 这究竟是一次怎样的行动 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案情 中国武警特别行动之 服役秘密出击 继续播出 随后支队长薄欣宁指挥参战官兵 远迪待命 自己则悄悄抵达 抓捕地狱 对任务区的周围环境 进行秘密侦查 盗彩番子团伙 作业的地点呢 是一个很大的院落 占地大概有十亩左右 院墙高 两米屋左右 大门在西侧 厂房前呢 是一条公路 东侧与民宅相连 南北两侧呢 又是两个比较大的工厂 这样的地形 对抓捕行动是非常不利的 抓捕倒游团伙 关键赛与陈仓俱获 如果在行动中 打草惊蛇或遗物战绩 就会造成盗游分子脱逃 那就意味着 整个行动的失败 而公安侦查人员 经历一年多的艰苦努力 将前功尽弃 凌晨五点二十五分 薄熙宁带领第一组人员 秘密抵达 倒游分子的作业区附近 为了确保抓捕行动 万无一失 薄熙宁建议 联合指挥部 将武警特战队员 和公安民警 编尾抓捕 搜捕 封控 追击 四个战斗小组 同时将抓捕的具体时间 定在凌晨五点半 倒游团伙往往是 白天睡觉 晚上作案 在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呢 向外转运 倒采的原油 那么选择五点半这个时机 抓捕他们 是因为这个时候 正好是他们熟睡的时候 是展开行动的最佳时机 与此同时 第二组人员在 正位孔乡亲的带领下 接近倒游分子落脚的村庄 按照运定部署 正位孔乡亲命令分控组 首先在村口和周边设下分控 然而此时 他们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 与我们实际情况呢 在车上的接受是不一样的 当时公安就确定住在那附近 但是我们去以后呢 跟公安一碰头 他们也不知道哪个路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无不能在第一组行动发起前 确定倒游分子诸度的愿容 就会打草惊蛇 措施良机 但是呢 搜索没法进去 就爬墙头看 先把这三家呢 四家呢 全控制 管它在哪家 然后呢 一家一家的看 后来一看 这么一家有动静 确定 那家怎么看 经过底进侦查发现 院楼大门向东 院墙高2米3左右 西边院墙有一个缺口 北面与另一户相连的院墙很低 根据这种情况 洪乡亲紧急进行了病例部署 派出两个组 一个组在那个西侧的位置 一个人在北侧的位置 防人脱逃 然后呢 剩下的那个特殊队员呢 就用梯子打枪进去 从这边过去 然后你们俩 你们三个人 是个假期的 然后我们四个人 都会珠宝 那这两个人 我们从墙 那现在先看一下 五十三十分 两个组同时展开行动 第一组完成队作业区的风通后 担任突击任务的队员 便必接近到西门的院外 就在一切准备救续 特殿队员准备搬起而入的时候 院内故人传出了狗叫声 在处置突发事件中 会遇到很多的意外情况 但是战机稍纵即逝 这就需要现场指挥员 必须敢于临机决断 院内传出的狗叫声 很可能已经惊动了犯罪嫌疑人 于是我果断下达了 突如命令 当我登上潘东夫机车顶部时 一名犯罪嫌疑人从房内窜了出来 准备去拿墙角的铁锹 我立即持枪指向他 赫令其蹲下 不要 祸套 快快 与此同时 跳下去的特战队员 已冲入房间 牢牢控制住了床上的犯罪嫌疑人 第一组出战高进 第二组也进展顺利 在政委孔翔天的指挥下 夫机小组在大门旁边的院下 下一个梯子 准备翻墙而入 我顺着梯子翻上墙头一看 发现院子内有一名老头 我去就立刻用这个枪指着他 命令他将这个大门打开 大门打开后 服务内一名犯罪嫌疑人 在惊醒仓皇 冲出藏门 企图从西色方向逃跑 我发现他翻上墙头之后 我立马上去 把他一把拽了下来 然后私私地按在地上 将其控制了前 与此同时 其他队员对院内房间和角落 进行了分区域搜索 六点十分 美方地区的抓捕行动圆满结束 此时 广饶等地区的抓捕组 也传来成功抓捕的好消息 这次抓捕盗游团伙的收网行动 人赃据获 共抓捕犯罪嫌疑人十一名 当场缴获原油五十多吨 即发现抽油泵 输油管 对讲机等 一大批作案工具 这几年 东市武警支队 以威虎幽渠 为积累 克收自己的职责和势力 在处置一些的重大事件 和纪念宣传的内务的过程 也发挥了剪刀和全职作用 我们他的实际行动 应该让群众好兴和载 因为油天的经济发展 为油天社区的核显威力 也做出了突出攻击 这一次行动 之所以非常顺利 十分成功 主要得益于官兵 在平时就牢固树立了 炼卫战的思想 更跟我们 在行动发起前 进行了非常有针对性的 战前训练 和人命中的关系 因此 平时一定要多组的官兵 进行以各种实战 为对策的训练 务理官兵 敢打必须的血腥 这样才能保证 在运入任务时 冲着上 打的一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近年来 武警东营市支队 与当地公安两警联动 密切配合 多次完成重大任务 在每次任务中 从指挥员到战斗单元 及各参战要素 职责清楚 反应迅速 装备齐全 战法得当 充分展现了武警部队 招之寄来 来之能战 战之必胜的过硬作风 好 今天的中共武警节目 到这就全部结束了 预知更多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您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中国军事网APP 好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再会 十年前大学毕业 他为什么质疑选择从军之路 他是个品阅兼优的学生 找我好工作绝对没有问题 毕业那会热血沸腾 就像写自己的模型 十年后 莫非后 成就了他的青春之歌 他选了叫 不平坦而入 任务情 但没有人看这个区域里面 感受的青春 寂寞 中国武警 下期播出